欢迎回到老王说 大家好我是老王 接下来来分享两则灵异故事故事来自灵异公社 结尾的结尾有命运占卜王 好奇自己最近有什么负面欲望的朋友 可以看到最后 了解自己的负面欲望 也可以让自己变得更正面 接下来我们要来说第一则灵异故事 这则故事作者是一位马克先生 接下来故事老王会用第一人称来叙述 我叫马克 我有阴阳眼 但是我看到了都是模糊的画面 从来没有看过尸体 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就在我大学的时期 还记得很多年前我就读某科技大学 那一天在上课的时候 我一直心不在焉在看时间 因为晚上我要跟喜欢的女孩子一起去看电影 那天看完电影以后 时间已经来到了晚上10点 送了女孩回家去 我记得急着开心的准备回家 忽然想到我的天啊 我明天还要考微积分耶 但是我上课的笔记留在学校抽屉里 我这个老师又非常回荡人 不行 我一定要回学校拿笔记念书才可以 虽然是这样 我还是非常心不甘情不愿 我抵达了学校 接着经过了警卫师 招官吏跟警卫挥挥手我走了进去 突然间我停了下来 我说 哎呦 大哥 不错 还带女朋友 有 警卫大哥说 有监视器 我怎么可能带女朋友过来啊 被折到我就没工作了耶 不对啊 大哥 你后面沙发上有一个女的啊 就在我这句话讲完以后 沙发上的女孩把她低着的头抬了起来 我清楚看见她那被划破的喉咙 你会看到里面暗红色的烂肉 苍白的脸庞上乌黑的双眼瞪着我 反不告诉我要我不要多嘴 否则会让我死很惨 我这时背急发冷 我直接就跑离开了 留下了满脸问号的警卫大哥 大哥大喊音声 电动少玩一点啊 但我依然头也不回地奔向我教室的方向 我教室在四楼的后段 我一路奔跑跑到了四楼 我进去教室开灯 往我的座位走了过去 弯腰从抽屉拿出了笔记 抬起头准备走人的时候 突然走后方传来椅子的声响 就像是有人突然坐在木椅上 木椅摩擦地板的那种 我瞬间定格 如果是白天我根本不理她 但是现在已经快要晚上11点了 然后教室只有我一个人 难道是刚刚警卫是那个女的吗 我就僵在那里 因为我要离开教室 但是我非得要回头不可 我人生跑马灯大概就是这样的感觉 脑海中瞬间跑出了过去的所有的画面 后面是谁 到底是谁 哎呀 不管啊 我心里暗念着佛号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一转头 没想到 竟然有一位女同学 她就坐在左后方的座位上 她留着清汤挂面头 那种制服我从来没有看过 她就静静地坐在那里看着我 但跟刚刚不同的是 这个应该是个人 我看着她侧脸 嗯 就是一个人类无物 但我又有一个满满的疑问 这个时间 快要11点的时间 怎么可能会有人在这里 如果我要走出教室门 我一定要经过她不可 还在思考的时候 这位女同学用极不自然的角度转头了 她的骨头发出了奇怪的声响 啊 我大叫一声 她一半的脸腐烂到看到白骨 一半的脸血还在流 整个头转了将近180度在看着我 我虽然从小就见过她们 但是我真的没有看过这么清晰的 正当我准备夺门而出的时候 教室靠山边的窗户忽然传来动静 我分心一看 一颗头靠在窗前看着我笑 这是一个只有上半身的男性 她没有下半身 双手搬着窗户边缘 貌似要开窗 这样子窗户被她拖着发出 哐哐哐哐的声音 我的教室在四楼外面没有阳台 窗截了她眼睛只剩一颗 另一颗就挂在鼻梁 这个时候我用飞奔的方式想往出口跑出去 忽然门碰的一声关了起来 旁边有一站窗户 我直接没命式的爬着窗户 在爬的时候我还绊到窗沟 硬生生的摔在地面上 晕了一下 连爬带跑的在走廊跑了起来 我不知道窗外那个男的有没有爬进来 头也不回 我灯也没有关 我就这样逃离了我的教室 我还在惊吓中的时候 听到后面有动静 我回头看了一下差一点失声尖叫 因为每一个坐在教室里面清汤挂面的女孩 现在正站在后面看着我 我这时候才知道她们可能是想要上我的身 不然不会追那么紧 我没命式的拔腿狂奔 下到二楼的时候 我才连在楼梯间叠个狗尺时 赶快一路奔向警卫室 准备逃离这个地方 中途还一直听到野狗的吠叫声 经过警卫室的时候 我没有看到警卫 警卫室的灯还在 巡逻中的牌子没有挂 我就看着警卫室的灯一闪 我实在太害怕了 我冲出了学校在马路上喘着气 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我以前看到的没有那么清楚 现在却这样清楚啊 就这样 我回了家里睡觉 与其说回到家里睡觉 倒不如说回到家里 躺着发抖 慢慢的才睡着 隔天到学校时 一团人挤在校门口 有老师站在门口 一直在赶的 一直在赶的 我因为课堂快要迟到了 没有多理 等到我考完微积分的时候 同学跑来跟我说 昨晚那个警卫脑溢血没人发现 死在警卫室里面耶 这件事发生过后 没有几天我就休学了 因为我没有办法装作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我真的非常的愧疚耶 如果当时我提醒警卫大哥的话 如果当时我有去警卫室里面看的话 他会不会到现在还活着 休学后 我有到庙宇问那天的情况 原来 最后我会看得那么清楚 是因为我的天眼已经完整打开了 那些阿飘确实就是想要上我的身 来表达他们的冤屈 最终 我把我的天眼关起来了 因为我真的没有这么大胆 去面对这些阿飘 我只希望警卫能够早日投胎 也希望大家都能平安顺利 这次故事说到这里 如果是你 你会关闭你的天眼吗? 留言跟我分享 老王会关起来啦 因为我也很胆小 紧接着老王要来说下一则灵异故事 你听过黑令旗吗? 这则故事是一则关于黑令旗的灵异故事 这则故事来自灵异公司的史小姐 接下来的故事老王会用第一人称来叙述 2015年的5月 有一天我睡觉睡到一半做了一个梦 在梦里我看见自己一个人在一条山路上开车 我看着车子上的时间显示的是4点44分 道路的两侧都是高高的杂草 道路则是没有薄油的泥地 道路不宽 大约就一个车身再宽一点点而已 开着开着我转了一个弯 过了弯以后 我看见不远处是一间不大的宫庙 道路旁插了一只黑色的令旗 我不太记得是三角形还是长方形 我好奇的下了车慢慢的走了过去 伸手要去拿那只黑色的旗子 忽然出现尖锐的女人叫声 觉得很害怕我马上就跑了起来 接着我就从梦中心形了 隔天我跟一位在修行的朋友提到这件事情 他只提醒我你先不用紧张 如果你觉得生活上发生什么问题的时候 随时告诉我 就这样过了一个月 我也差不多要忘记这件事情了 时间来到6月底 那天开车载着妈妈跟小孩一起到了新竹晚 傍晚10分就开车回台北的家 到家的时候我印象中大概是晚上7点 虽然太阳下山了 但是因为住在顶楼 整个房子还是热烘烘的像烤炉一样 妈妈跟小孩还在客厅 我想说我先进房间放包包跟衣服 本来想要放好了走出去看电视 但是就在进房间之后 突然一阵的疲累感涌来 我第一个念头想着 太夸张了 是我老了吗 只不过台北新竹来回能有这么累吗 算了…那我就先躺一下好了 我身体一痛到床 哇…所以奇怪 我觉得身体最后的精力全部都被抽光光 我躺在床上根本没办法动 但是又不是想睡觉 是身体完全没有力气的感觉 而且刚刚进房间明明就是非常热的 可是我现在去从身体里面冷了出来 我躺在床上动弹不得 感觉时间过了好久好久 妈妈走了进来 忽然好像整个人弹了起来 但是那一股寒冷的感觉依旧在 我问妈妈 妈 我进来房间多久了 妈妈说不到五分钟 怎么可能我妈 我刚刚躺下来大概超过一个小时了吧 我缺的好累 而且我全身好冷 我妈妈这时候说你是发烧吗 她摸摸了我的额头 没有啊 你体温很正常 而且你房间很热 你不开电风扇 这时候我看了一下我的手指 天哪 我十只手指头就像观战冷冻裤一样 全部冻成紫色的 然后我已经是冷到发抖的状态了 我自己摸摸双手手指 手指头冰到像寒流来的下雨天 没戴手套 骑车一样冰 这时候我真的觉得不对劲了 我就请我妈妈帮我拿手机过来 因为我那时候连爬的力气都没有了 我打了电话给那一个朋友 跟他讲我现在遇到的情况 他说他马上帮我处理 圆末一分钟后 他一边说着我听不懂的语言 像是在做法 说完以后又问我说 你是不是有惹到什么人 我说没有啊 接着他又继续处理 又过了几分钟 他问我 你有没有好一点 我说没有差 还是很冷 接着我这位朋友要我一定要爬起来 走到家门外去绕一圈 东西都不要回头 就算听到有人叫你名字 还是什么人 全部都不要回头 我撑着吃奶的力气 我努力从床上爬起来 慢慢的拖着拖着 往外面走 我搭电梯照镜子的时候 我差点被我自己吓到 虽然还没有卸妆 但是脸色惨白的真的像阿飘一样 我下楼以后我不知道要去哪里 我就朝着巷口便利商店走了过去 说也奇怪 从我离开家门以后 我就开始觉得力气 一点一点的回到我身上 走着走着 欸 神奇的发现 那个寒冷的感觉完全不见了 到底怎么回事啊 接着我觉得我身体好多了 我就走回去了 回家以后 搭电梯的时候 我看着脸色跟刚刚完全不一样 我指甲也恢复成正常的颜色 是前后发生的时间 大概就半个小时而已 抵达我家门口 我打开我家的家门 我们是老公寓的格局吗 房子结构我大概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打开门以后我面对房子 我左手边是客厅 右手边就是正前方这个地方 是有一个走廊的 走廊底是厨房 走廊第一间是我的房间 走廊第二间是我小孩子的房间 我一打开门 我就看到走廊底有一个黑影 闪了过去 我马上打电话给我朋友 他跟我说 那个人手上拿着黑令旗 他原本是要去找别人所命 但就在他要领旗子的时候 不晓得是磁场还是什么原因 你忽然出现了 就是你当初做的那一场梦 那一只旗子就是他要领 你把他拿走 醒来以后 那一只旗子就在你床边 这个人因为要去拿回来 可是因为你人在那里 你的阳气让他阴气变弱 但是他的阴气又让你的阳气变弱 所以你越来越冷 他越来越痛苦 还好你有打电话来 我让你马上走了出去 否则最后肯定两败俱伤 接着我问我朋友 那现在呢? 我朋友说现在他走了 还好是你先进房间 如果你小孩先进去 这个绝对没办法处理 我又问 所以我刚刚在走廊上看到的黑影 代表他离开了吗? 我朋友说没有错 他离开了 他要去找冤亲在主说命 拿到黑令期可以名正言顺的报仇 这件事情也就到这里圆满落幕 我最没有想到的是 连做梦竟然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千万不要去给人家乱拿东西 否则痛苦的是自己 今天这则故事说到这里 在这个社团中有网友留言 他说他自己的父亲就是被黑令期所命往生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 或许老王下次也能说给大家听 接下来是命运占卜 你最近有什么负面情绪呢? 了解负面情绪也可以让自己变得更正面 想像你是一只猫 你正全神贯注 充满好奇的盯着一样东西 这个东西最有可能是什么呢? A 刚烤好的鱼 B 主人的新玩偶 C 外面的野猫 D 没有见过的新客人 希望他以后留言让我知道 也可以让占卜更加精准 接下来公布答案 选择A 刚烤好的鱼 你最近因为贪婪 而花了很多没有必要的支出 你可以为了省钱吃得很差过得很不好 但是你会在逛街的时候 挡不住眼前的诱惑 不小心买了漂亮的衣服 或者是最新的山西产品 导致自己总是烦恼 为什么存款的数字总是挂零呢? 其实你只要忍住贪婪的欲望 就可以让自己的存款上升 选择B 主人的新玩偶 你最近因为享乐而让自己倍感压力 在你的生活享乐非常的重要 不管工作不管课业 你一定会把享乐摆在最前面 但是最后你总是会让自己 被压力压得喘不过气 我建议你把正经事后面 加上一个好玩的目标 例如我完成这件事我才能去玩 这样就不会让你自己 在安排时间上喘不过气 选择7 外面的野猫 你最近因为嫉妒 无意间自己去跟别人比较 会为了输赢 无意间就心服其造 请尝试打开心胸 放下竞争的心态 会发现一个全新的世界哦 选择第一 没有见过的新客人 你最近因为害怕 所以你不敢去挑战事情 面对挑战 你会有无数个负面想法 最后你只会原地踏步 很多事情没有你想象中的困难 请勇敢尝试跨出第一步吧 不管你觉得准或者不准 记得留言告诉我 也可以分享你今天观看的心得给我哦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留言给我摆上更多灵异故事 可以拉下去看 如果你有想要听的题材 欢迎你留言告诉我 你有灵异故事 也欢迎你投稿给我 口头稿位置就在留言处 我是老王 我们下次见